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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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打开下面的盒子就是各种配件 两条3.5mm to 3.5mm的耳机线 一条USB Type-C to USB-A的充电线 一条USB Type-C to USB Type-C的连接线 和一条XLR连接线 名字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实际上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唱卡拉OK 连在工方上的标准话筒线 你的意思是你也听明白了 毕竟都是网年人的 除了各种线之外呢 还有两个小东西 一个小小的话筒架 和一个海绵防喷套 不过这个话筒架也 太紧了吧 一般人我觉得可能都装不上去 我觉得 毕竟怕让原本贫困的家庭 在雪上加霜 你装的时候我都怕你把茶几给砸坏了 太恐怖了 购买一款麦克风 最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各种收音 联想XM6金正膜麦克风呢 是一款新型指向的电容麦克风 按道理来说 是能够有效规避掉周边的杂音 让录制的声音更加纯净的 同时我们也看了看它的说明书 功能可以说是非常齐全了 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 按下不同的按钮 就能切换到不同的模式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收音切换到麦克风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同模式之间的区别 Hello 模式按钮可以切换路湿 路干和远路三种模式 黑格模式呢可以切换原声 剧院 剧院 KTV 和电音四个模式 而接下去的这个直播按钮呢 可以切换 清亮 浑厚 和原音三种模式 哇这个浑厚真的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声音太细了 这个不够有磁性 我就比的好 我没有这个单行 怎么了 我的身材和声音都比你厚实 换到这个麦克风呢 我的声音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你看这是相机原音 这是耳机录制的 这是麦克风录制的 用了麦克风之后 是不是效果就不一样了 而且除了给视频录音之外 我们还对它有很多其他的期许 比如直播的时候 让我们的声音效果更好些 K哥的时候 让声音的细节更棒些 我个人最喜欢的呢 就是它允许你输入一个音频 在说话和唱歌的同时 让两个声音合并输出 这样我们直播的时候 可以给自己加背景音乐 唱歌的时候 也可以找高质量伴奏 两只手机 一只负责放伴奏 另一只负责录制 岂不是爽玩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分内容 我们下次有好东东 再来给大家分享咯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